如果你的电脑,有可能是一般用Windows,用微乱的 那可是如果你是用Mac或Linux的话,可能会有个问题,什么问题? 我这个...假设你是用记事本,或者你是用文字编辑器之类的 我把这个假设另存心挡一下 如果是Windows,它的预设编码方式 它是所谓的ANSI 那在Python程式里面就是CP950 那可是一般的像Mac,好像有同学用Mac,至少两个同学印象中 应该是用UTF8 所以如果你是用UTF8,当然如果你是用Windows没插就不用改 可是如果你是UTF8的话,把它存档 OK,你会发现哦,像刚刚同学如果你用Mac的话,执行的话可能会遇到这种状况 他说你的那个档案,就是UnicodeDecodeL,就是你编码方式错了 因为呢,他预设应该是CP950 可是呢,这个档案是UTF8,所以会有编码上的错误啦 那假设说呢 你们发现这个问题的话 以后的话记得解决方法就是,必须要在那个开启的时候跟他讲正确的编码方式 这边的话需要一个什么,encoding encoding 等于什么呢 这边的话,给他一个字串 叫UTF1-8 意思就是说,你那个 开那个档,因为我的编码方式是UTF8哦 所以你开档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encoding 就是要用那个UTF8的方式,帮我开档 不然的话,你是开不了这个档的 那反之,如果你是用Mac 假如说人家给你的档案是Windows给你的啦 那可能他是编码方式,就是刚刚AMSI 那他这边的话,你可能要改成什么 改成CP950 OK,CP950 反正你就是看,他如果编码方式出错,那你就是 要不就是你用编辑器 把它重新改一下编码 要不就是你在程式里面加一个encoding 那你会发现我如果改这个的话 这个时候读取就不会有问题了 OK 那当然如果说我加encoding 假设啦,颠倒过来 如果这个档,我把它改回来好了 因为理论上 大部分同学应该都是NSI啦 所以我这边改一下 OK 那当然如果你现在 多了这个 不知道应该也会出错 OK,有没有 反而颠倒,他说不能用UT的BAR 所以这个把它拿 预设的话 其实就是CP950 所以这边的话呢,把它delete掉 直接执行 这样OK了 所以这个可能要特别小心 因为 将来呢 蛮多地方都会有编码方式的不同 而产生问题 那其实始作俑者啦 因为其实 应该是说微软的Windows市占率最高 可是实际上目前 大部分其他软体公司 像Google啦 像Apple啦 其他公司都比较 prefer用那个UTF8 那可是呢 微软就是不喜欢用UTF8 很奇怪 所以会造成说将来资料交换的时候 会产生乱码的问题 所以这一点恐怕 可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用Windows 那应该是用ANSI 或者叫CP950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那 再来的话呢 第二个有关这个 读取资料 那假如说我今天只要前面的10个会员 那前面10个会员包含这个栏位名称 所以应该是 如果以那个行数来 以那个什么 以第几行数来算的话 应该是第11行 也就是我要读取到第11行为止 可是问题如果我今天用READ是全部读取 所以这边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READLINE 如果你用READLINE的话 是只有读一行 READLINE是一行的意思 那如果你要READLINE 它是什么 读全部资料 可是你会发现 读进来的东西是什么 它会帮我 放在什么 一个List里面 所以这个 变数名称我把它改一下 它叫List1好了 所以 如果你今天 是用那个什么 用那个READLINE 特别注意 它会 是读到一个 正列里面 串列里面 然后呢 它一行呢 它就放一个资料 所以编号0就是这个 编号1刚好就第1个会员的资料 编号2嘛 一直到第50个 为止 这第1个 第2个的话 各位有没有发现 在资料的后面 会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 这个换行符号 所以如果你假设没有把这个换行符号拿掉的话 那将来输出可能会多一个换行 所以这个 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 我假设希望只读取前面 10个会员的话 等于是前面的11行 因为这个地方 第1行 等于是栏位名称 那我应该怎么改呢 第1个的话呢 可能要把READ改成REALIZE 它放在一个串列 那这个print先把它关掉好了 Ctrl1 再来的话呢 如果我只要读取 前11行的话 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要想到 其实串列 很习惯性的会跟for回圈搭配 OK 所以呢 for回圈前面有没有写过吗 for i in range 那如果你要全部读取 就是从编号0 一直读取到哪里呢 读取到len 这个好像前面也写过 len len什么list list1的话呢 总共有几笔 一个 栏位名称加上50会员 所以51 所以长度应该51 那 编号的话是从0到50 因为从0开始编 所以如果你要全部的话 就是 len就可以了 冒号Enter 那如果你要全部读取 你就把它print print 然后什么呢 print 它的那个资料 它的资料呢 特别重要就是 把那个 串列 第几笔的话呢 这边加什么 加中瓜 中瓜糊 里面放个i就可以了 如果你假设这样的话 你把它print 它会发生什么状况呢 你会发现 他帮我把所有资料全部读出来了 编号 这个是栏位名称 第1笔第2笔全部 等于是一直到 50笔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今天不要读全部 我只要读到 那个什么 这个会员 10就好了 10的话 应该是放在11 因为他这边 跟他讲 那0 编号0 0 刚好就是放在10 所以其实我只要什么 告诉他说 我不要全部啦 我要 到那个呢 11的地方停下来 因为第11个会员我不要 我只要到第10个 所以你会发现 执行看看 有没有发现 第0笔 第1 一直到第10 所以前10个就出来了 但 你会发现有个问题 老师为什么这个地方后面多一个换行 刚刚各位有没有我特别讲 这个资料后面都会跟着一个换行 所以要不就是有几个方法 什么方法 你把print本身的end end后面那个什么 后面的那个换行拿掉 这个方法一 有没有 他就全部凑在一起了 也就是说 print本身那个换行不要啦 我本身有带换行 我自己换行就好了 这个方法一 那如果你想说老师 可是我 我不要用这个方法 我可不可以用别的方法 什么方法 我想要去掉 他尾巴的那个什么 换行的话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完成 其实还蛮重要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有些资料 他会 自己帮你带一些东西 在尾巴 也会换行 所以你可以用 那个文字的函数里面 有个叫strip 这个还蛮常用到的 你打一个strip 这边应该就出现了 strip 后面呢 刮虎里面你跟他讲说你要去掉什么东西 他会帮你把 这个文字的前后 只要有那个东西的 就帮你去掉 什么东西 反斜线m 所以 如果你假设 你不要用那个 把print的换行拿掉 你要拿掉 这个字串本身的那个换行 你可以加个 点 这个资料里面的 把那个尾巴的那个反斜线n 帮我拿掉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结果就OK了 当然你不要没事 你说 那我可不可以再把end这个给拿掉 如果你再加这个的话 他会变什么 他就没有换行了 就变什么全部都串在一起 不对 OK 你不要没事 全部都拿掉换行 OK 那我们是拿掉那个 资料本身的换行 好了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达成我们 想要改变的 就是前10个会员 当然你也可以改一下 如果我想要后面10个会员 或者我要编号是 24680 13579 那这地方该怎么做 自己去想想看好了 如果我要后面10个 或者我要单数 或者双数 也许各位可以想想看 那第2个需求是说 我希望前10个会员之外 我只要姓名跟手机 这两个栏位就可以了 因为呢 其他栏位我不需要用到 因为有时候蛮常遇到像做报表的时候 其实 很多栏位 根本不需要 可是有的时候 资料就是一堆的栏位 看的其实很 很干扰 所以呢 一般还是希望 把那个栏位 给去掉 那这样怎么去 接下来 请各位想想看 怎么把它去掉 给各位个提示 其实这边可能还是需要用到 刚刚用过的 strip 有点像资料剖析 剖开来 那剖开来之后 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那边 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 剖开来这个就0 这就1 这就2 这就3 这就是4 那我要的是1跟4 所以我把1跟4留下来就好了 其他的把它delete掉 那这样不就只会留下 姓名 跟手机这两个栏位了 这个其实请各位试一下 那把画面先还 还给各位一下